拉塞伙他做了一个α粒子散射的实验 拉塞伙他在1911年的时候 用雷所放射出来的α射线去撞击厚度大概是1μm的金箔 那重点是这个α粒子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高能量带正电荷的粒子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汤木森的模型是正确的 那你用一个高能量带正电荷的粒子去撞击的时候 因为它平均分布 所以它事实上能够偏转的幅度一定不大 可是结果却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如何 拉塞伙他发现真的大部分的α是直线通过的 没有问题 可是有少部分会有一些偏折 甚至会有一些大偏折超过90度 大概每8000颗就会有一颗超过90度 甚至还有从这边反弹回来的 可见汤木森的模型是有问题的 所以拉塞伙就提出一个新的模型叫行星模型 它最重要的论点就是有一个原子核的存在 而且这个原子核是我们整个原子的质量都集中在那边 为什么拉塞伙会做这个假设呢 因为我们从碰撞理论知道 你要能够让α粒子反弹势必是一个大质量 所以合理的假设就是假设原子的质量都集中在中心这边 那它就把它叫原子核 那电子呢 所以拉塞伙就假设电子是如行星一般绕着原子核在运转 所以叫行星模型 那下面这个图呢 是我们的平面图 有时候我们画成立体 就是你常看到的这个图形 这其实是一样的图形 只是一个是平面 一个是立体 但是拉塞伙的模型有两个问题 它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 也没有办法解释 一个是原子的稳定性 因为根据电子学的理论 当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时候 它是做一个加速运动 就会放出电磁波 那当电子放出电磁波 能量降低的时候 它的半径就应该变小 所以它很快就会坠落在原子核上 可是并没有 没有办法解释 那第二个没有办法解释的点 又跟这个有关 因为它一面绕一面放出能量 那这个光谱应该是连续的 可是我们观测到的 却是不连续光谱 这两个问题就是拉塞伙这个行星模型的 缺陷 接着我们来看原子核的表示法 这个同学都很熟嘛 所以我们来复习两个重点就好了 第一个重点是原子序 那什么是原子序呢 它就是原子的座号啊 那它代表的也是说 你有几个子子跟几个电子嘛 第二个重点呢 是质量数 质量数就是质子数加中子数的总和啊 那因为电子的质量很轻 所以事实上这两个的数目相加也大概就是原子的质量了哦 接着我们复习一下原子核的表示法哦 在原子核表示法里面 这个X代表它的原子符号 那这个Z呢就是原子序 所以它是质量数也是核外的电子数哦 那这个A呢则是质量数 就是质量数加中子数 这个复习一下 那如果是同一个家族的元素 它的原子序就相同 可是它的质量数会不同啊 那叫同位数 最有名的同位数就是氢 氢、刀、穿这三个 那同位数它的化学性质相同 但是物理性质不同啊 什么叫化学性质相同呢 比如说你会有一样的化学反应 那什么叫物理性质不同呢 比如说你的质量不相同 这叫物理性质嘛 有关质值、中子跟电子的一些比较 比如说它的表示法啊 它的电量啊 还有它的质量啊 不过你质量的部分 不用倍它们的数值 你要知道的是它们的大小关系 那我们的比较基准是电子 那中子是它的1839倍 那质值烧清一点点 是1836倍 那中子跟质值谁重呢 可以稍微记一下 其实很好记 为什么 因为刚好谐音中子重 中重嘛 所以这个正好是中子比较重哦 有关拉赛福原子行星模型的题目 它是问说 我们下面这五个选项里面啊 都是有关拉赛福的实验 跟它的原子模型的 那请问 哪两个选项是正确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答对率 奇怪哦 很低哦 48%而已 那怎么会这么低呢 显然同学对拉赛福的模型是不熟的 我们看一下 全两个选项 A跟B问同一件事 它问的都是受力的状况 来 A选项是问说 α粒子跟原子的电子键 是没有静电力的对吗 这个当然错啊 为什么呢 因为α带什么电 正电嘛 所以正电跟电子 就会有吸引力哦 所以A是错的 那B问的是说 α粒子跟原子核间的静电力 是吸引力对吗 哎 α带正电啊 原子核也带正电啊 当然是排斥力嘛 所以B也是错的哦 接着来看C选项哦 C选项是问说 原子中的电子 如果损失能量的话 那就可以让这个电子 更接近原子核 对吗 哎 对啊 这个就是拉塞浦的行星模型的缺陷之一嘛 因为如果电子的能量越低的时候 它的轨道半径就会越小 所以当它损失能量 就会更接近原子核啊 所以这个C是正确的哦 接着我们看 猪跟E选项哦 猪跟E其实是问同一个问题 它都是问说 拉塞浦做实验的时候 α粒子偶尔 才会有一个大角度的散射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猪选项所讲的 跟多个电子发生碰撞 或者是因为E选项所讲的 正电荷是集中在原子核呢 答案当然是E啊 为什么呢 因为原子核的大小 大概只有原子的一万分之一 到十万分之一之间嘛 所以α粒子很久很久 偶尔才会有一个大角度的散射嘛 所以答案是猪错E对哦 所以这里的答案呢 就是C跟E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